特硬 EV Hello 大家好 对 嗯 第二半家了 这个房子嘛 就是刚好一年的租期到了 就过得很快 这一年好像 也没有干什么事情 但是很忙碌 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吧 住了一年也是 嗯 没有怎么拍过 真是好 太一张床 有那么点子就是乱 特别是外边 火火火火 我该怎么办 我什么都不知道 超级乱 因为这个房子很小嘛 没有地方放东西 所以这个阳台 就基本上就是 放杂物的 这边是一个卧室 外边是一个厅 厨房和卫生间 你们要是在南方租房子 千万不要租低楼层 不然就很容易这样 这不是脏啊 这发霉了 这老板还发了个烂的给我 真的是 爱做家务真帅气 好男人是我的荣誉 扫扫地 扫扫地 工作不用出大力 夏天的衣服 冬天的衣服 哎呦 不适合我这个年纪穿的衣服 这些就是 都打算寄回去给我爸 真的很母这件衣服 爸妈你喜欢吗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 治脚器的药 这精油啊 精油 不是那什么 恍惚的一样 一大堆有的没的的药 基本上都丢了 这个是口呼吸矫正器 其实这个是给小孩用的 所以我买的时候我特地问了 那个卖家 我说 嗯 我说成年人可以用吗 他说可以 嗯 也的确是可以了 真是 难受了一点而已 家政是 什么奇怪的东西都有呢 什么时候的 cosplay的道具吧 没有浇水 嗯嗯嗯 合理 老佛 我要享受你的年轻力壮 我要感受生命的存在 它长得就像过期的 我看 嗯 过期了 这个好好吃 是那个泰国的妈妈面 到2023年4月8号 嗯 过期了 看 也是过期 倒了也过期了 这个我还蛮很长的 某一年 什么最好吃的方便面 之一吧 还是什么的 这些东西都是 我没有吃过 但是我感觉应该很好吃 所以我就想留着 就是看一下有什么时候 能吃一下 但是 哎 妈呀 放着放着就过期了 2021年 都已经快过期一年多了 我好难过呀 我难过的 一方面是浪费粮食 第二方面 这个我好像 就是前段时间 好像吃过 这个特别好喝 这个是浓缩的那个 清凝汁 它不能直接喝的 它非常酸 你可以加到那个可乐里边 或者拿去当那个 叫什么来着 椰子鸡 或者什么的蘸料 就是加一点 就好吃 太厉害了 从下午两三点开始的时候 收到现在 想想还是觉得很生气 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儿 居然在深夜 把力气用在了 搬家这件事情上 好了 睡觉了 明天再走 有很多护肤瓶也是 都过去 没有用 太懒了 我要用你年轻的 你的魅力 你男人的力量 来缝合我的伤口 回宫后在你身边每一个 一些小屁号 每一次与你接触 都让我觉得无比恶心 这段时间呢 更新的比较少啊 就是因为 唉 有一些小蜜忙在身上吧 别人呢 都是三十而立 而我现在是29岁 零九个月 但是还是 就不太清楚自己 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每天啥也不想干 然后对别的事情吧 也没有什么兴趣 或者热情 反正这次搬家 就是感觉感悟蛮多的 就觉得人真的会变 二十多岁出头的时候 我也觉得 去不同的国家 或者城市体验 不同的生活 或者住不一样的房子 就搬来搬去的 我也觉得是一件 特别酷的事情 唉 这些对现在的我来说 就更多的是不安感 就有一种 总是有一种 脚步着地的那种感觉 反正就是挺丧的吧 最近 但是咱就是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 就是说不要脸 反正丧估计也就是丧之一阵吧 我觉得我本身还是对生活 有蛮多期待的 虽然感觉就是 唉前路还是位置和坎坷比较多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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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